加期後港股高開低走 漸進10年新高後出現阻力 為市升幅收窄 收爆28458點 升78點 大勢成交再突破千億元 港股本週累計上升903點 升3.3% 是12個星期以來的最大升幅 有分析師認為 港股這波升浪和十九大維穩 以及央行放水有關 港股都會有一個維穩的情況在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這個時候都不會大跌 所以很安全地大家都比較放心去入市 所以都推動到這個升勢 再加上在十一國慶的時候 人民銀行就降低這個存分準備金 所以就在一個安全網再加這個催化劑的情況下 將港股進一步再推升 相對於兩年前的大時代 它指今次主要由機構投資者帶動 散戶很少參與 提醒投資者小心股市風險 股王騰訊高見353.6元 吉利、汽車也都創新高 半新股中安在線升16% 是最活躍的港股 《大紀元時報》記者梁珍、宋碧龍 香港報導 散播喪金 失散 香腸 金 一些 照顧 打 證